连伴17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晚间盛大登场 带您快来欣赏 爵士音乐节晚间一开场就意义不凡 因为今年适逢被称为节奏大师的爵士鼓手 Art Blacky的百岁名代 开幕音乐会特地邀请台湾爵士鼓地人黄瑞峰出马演出 他和多位台湾顶尖音乐家 共同带来一系列Art Blacky的经典曲目 为2019台中爵士音乐节揭开序幕 在微凉的秋夜晚风中 草无道和市民广场的草地上 四处飘扬着慵懒浪漫的爵士乐声 这是台中联办17年的指标性音乐节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邀请所有的乐迷 好好享受这个秋季的音乐盛宴 Enjoy Jazz you up 谢谢大家 来这边可以放松一边听音乐还不错 气氛很棒 不过人蛮多的 人潮比平衡更多 从今晚起围棋十天的爵士音乐节 真的是众星云集 有得过葛兰美奖等各国顶尖的爵士乐手 轮流在市民广场上的主舞台演出 另外为了周边交通顺畅 今年首度推出接驳车 民众最好是先上网了解交通管制的情况 才能够一保二服又不扫兴 记得杨靖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